拖板車國道翻覆 駕駛不幸身亡 天宇路滑請務必小心駕駛 昨天早上在國道一號 北上過彰化交流道 有一台載運鋼圈的拖板車 疑似因為路面濕滑 變換車道不慎 進整台車失控翻覆180度 猛烈撞擊下 不但車頭扭曲變形 最後更直接橫躺於車道上 其中40歲的掌心駕駛 當場受困車內 救護人員趕到後 馬上全力救援 然而因為傷勢過重 發生的事 算是真相 縱志急診後 由於右搭腿 頭頂都有明顯撕裂傷 經過搶救 仍然回天發術 事發後 警方及偷掉人員除了儘快恢復交通 也對事故原因調查釐清 董新聞綜合報導 慶祝 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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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